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顾定六 每天晚上的八点到八点半 收看股市资政的节目 我是阿好 就在上个礼拜 英国公投确定脱欧 这个结果让加权指数 当天中错199点之后 市场上许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对于这个台北股市 投下了不信任票 可是就在许多投资朋友 投下不信任票之后 加权指数礼拜一跟礼拜二 却连续两天 出现了一个红K棒的反弹行情 很多投资朋友 被这两根红K棒 感觉非常非常的意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走势呢 各位观众朋友 阿好再次呼吁 如果你对于台北股市 你常常会有这种意外的感觉的时候 各位 没关系 只要你每天准时锁定 阿好老师的节目 我相信对于行情 你绝对不会再有问题 到时候你反而会有一种 另外的一个考量点 如果说你看阿好老师的节目 你对台北股市已经面面俱到 完全去掌握到的时候 到时候你反而要去思考 你知道台北股市未来的行情之后 你又应该为自己做些什么动作 真的是这样子吗 你讲的这么有自信 各位 在上个礼拜三 在上个礼拜三 加权指数收盘价创下 波段反弹的新高点 来到了8716点 就在当天 来 这个地方做一个放大 就在当天 阿好告诉你 当天收在8716点 刚好是当天的最高点 阿好告诉你 K线暗示 8494点 这个点位 它必然会让我们再看到 各位 如果说你心算比较不好的 你把计算机拿出来 等你 从8716点 如果我们非常笃定的知道 从8716 它一定会跌回来 到8494点的时候 各位 必然是百分之百肯定的意思 那我想请教各位 你计算机打出来之后 你发现你有多少点位 你可以扎扎实实的把它掌握在手里面 222点 刚刚好222点 而且当它回到8494点的时候 一个叫做杯柄的偏空格局 枪空的一个格局 它就已经正式成立了 这个是在什么时候 这个是在上个礼拜三 6月22号的8716点 在当时市场上看到 哇 收盘价创下了一个反弹新高之后 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其实在当时是没有市场的 可是不会觉得寂寞 不会觉得寂寞 因为市场的未来 已经诚实的告诉你之后 在隔天 6月23号 6月23号 一根黑鸡棒 拉开了序幕 可是阿尔不便的 在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当时价位还在 8700点以上的时候 来 这地方同样再做一个放大 当时价位还在 8700点以上的时候 阿尔还是强调 K线暗示 8494点 它一定会让我们再看到 各位 从8711点 来到8494点 如果这个点位 一定会让我们再看到的时候 这是不是一段 高达200点以上的行情 而且杯柄 它正在酝酿中 跌破杯柄的必然条件 是这个景线 8476点 它肯定关破 这个是在上个礼拜四 到了上个礼拜五 英国公投 结果出入 当天加权指数 一路的 从高点 直接摔下来 到8374点 在摔下来到 8374点的过程当中 你看到了一件事情 好 告诉你的 8494点 你是不是完完全全的 再次看到了 好 告诉你的 8494点 必然在线的同时 从8716点到 8494点 这222212点的一个行情 是不是借由 阿老师的分析 你在礼拜五 你完完全全的 给看到了 可是就在当天 就在当天 你感到非常 错愕的时候 一段222点 K线暗示的一个行情 就在你的手中 溜走的时候 你在当天 对台北股市 投下了不信任票 你在当天 你没有放空的 就在礼拜五 跌下来之后 你决定 一定要跟它空到底 可是阿老师就告诉你 如果它呈现的是 这样子的一个走势 直接灌破这个反转点 那它接下来 它必定走的是 一个破线点线 它接下来 必定在走的是 一个破线点线的 一个反转点 好 到了今天 到了今天礼拜二 你发现 周五的一根 长黑K棒灌下来 接着连续 两根红K棒出来 你发现 它在走的是什么 它是不是跌破反转点的 一个破线点线呢 从上个礼拜五的 八千七百一十六点 从上个礼拜三的 八千七百一十六点 到礼拜五的最低点 直接在两根反弹上来 如果你错过了这一段 如果你又错过了这一段 各位 那也没有关系 我要告诉你 无论如何 你错过了这两段 这只是台北股市 告诉你未来的 其中的一小段而已 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因为过去的这些行情 再怎么说 它已经正式的走入历史了 我们期货操作者 永远是要继续再往前面看 可是在当时 你看完之后 你会说 老师 你告诉我的 真的是面面俱到的台股未来 你告诉我在八千七百点以上 你告诉我在八千四百九十四点 它一定会关破的时候 我如果在八千七百点以上 我就闭着眼睛去空的话 那我就是市场上最大的赢价 但是问题是在于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去放空啊 各位 赢价思维告诉你 在适当的时机来建立合适的仓位 不用太早 但是也不能够太迟 从礼拜一 然后就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礼拜一机会 它已经慢慢在酝酿当中了 礼拜一七月的台子 六十分线 已经帮你规告出来 它走的是一个阶梯 你的重点是 在这个压力线的制高点 你必须要去做一个放空 礼拜二 同样再告诉你 它走的是阶梯 在这个压力线的制高点 你要去做一个放空 但是真正成型是在礼拜三 到了礼拜三的六月二十二号 它转变成是一个上升楔形 上升楔形不变的是 我帮你规划的压力线 重点是这三个字 我们做一个放大 重点是 你必须要在这个压力线的制高点 去做一个放空 这个是在礼拜三 好 那到了礼拜四的时候呢 到了礼拜四 市场已经到了尖峰时刻 市场已经到了要正式摊牌的那一天 在当天我还特别六月二十三号 没关系 在六月二十三号的时候 我是不是还特别画出了一个示意图 在六月二十三号 就是在崩叠的前夕 就是在大崩盘的前夕 当天是不是特别用这个示意图画出来 它每次都在这个压力线就跌下来 每次就在这个压力线就跌下来的时候 各位 它不可能永远在这个地方 它表示市场它即将要摊牌了 那摊牌的重点是 你必须要在阿豪规划的这个制高点 你要去布下空方部位 当它从这个制高点往下跌破 这个颈线的时候 你的跌破跟进放空 你要确实去做一个执行 这个是在上个礼拜四的六月二十三号 到了六月二十四号 英国的公投正式出炉了 我们才发现它从最高点往上供到什么地方 供到什么地方 是不是刚刚好供到阿豪帮你规划了这个压力线的一个制高点 接着从八千五百五十三点之后 直接跌破颈线 当它跌破颈线的那一瞬间 上升卸行 成行之后 什么东西要进去 stop sale 跌破跟进的空单要进去 结果当天从制高点 一路的往下跌破颈线 正式成行之后 它没有休息 一口气 直接往下重挫 高达四百一十三点 我想请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要在知道台股的未来 你收看阿豪老师的节目 真的是那么遥不可及的事情吗 可是就像阿豪刚才在节目一开始跟你讲的 你要知道台股的未来 这个没问题 你要考量的是 当你知道了这些未来 你又为自己 缴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 就在你礼拜五 就在你礼拜五 你发现 哎呀 老师帮我规划 一段高达四百一十三点的行情 我知道了 我早知道了 但是我就让它在手上溜走的时候 你会开始觉得 这个行情真的是偏空的 这个行情无论如何 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去打空单 在八千一百四十 四十点这个地方去打空单 可是就在礼拜五的时候 就在礼拜五 是不是告诉你 它既然走的是一个 一次崩跌 一次到位的一个行情 它在走的就是一个扩散卸行 所以你要打空单 绝对不是在这个卸行下缘的 这个支撑区去打空单 因为它走的是一个扩散卸行 来到卸行的下缘 它接着会去做一个破线点线的动作 到了礼拜一 你看到 它是不是确实 把阿豪的话听进去了 乖乖的从这个卸行下缘 开始做了一个破线点线 开始持续的往上去做一个破线点线 到了今天 它是不是从礼拜一 再继续往上去做一个破线点线 为什么 因为它走的就是阿豪规划的扩散卸行 这个地方可以空 可是叠下来 叠了四百点之后 绝对不是在这个地方空 因为在这个地方 它接着要来做一个扩散卸行的破线点线 破线点线的一个重点是在于 接下来这个颈线的位置 你一定要完全的去掌握住 这就是你每天收看阿老师 你所得到的台骨真正的未来 台骨真正的未来 可是你如果错过了那两端 然后真的再次呼吁 无论如何 接下来那个颈线的位置 就是你接下来 一定要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你重返荣耀 你最重要的一个功课 可是很多人会说 阿豪老师 我看你这样子分析 每次那个示意图 我事后都是垂胸顿足 我发现我自己就是差在于 我知道怎么走 可是我就是不知道 那个扣板机的点 各位阿豪也 一而再再三地提醒我们 所有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对于自己在掌握那个狙击点 真的比较没有把握的 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阿 然后每天的盘后报告 都已经为会员朋友做好规划了 就从6月21号开始 我就提醒各位 在6月22号 我们这个礼拜最重要的一个功课 就是拉近一点 在8535到8537这地方去放空 因为它是制高点 6月23号我们的规划 也是在8535这地方去做一个放空 在崩叠的前夕 6月23号 我们规划6月24号 在8535这个地方去做一个放空 这个是在6月23号 你看到的是 每天为会员朋友 所做好隔天我们的一个策略 在上个礼拜二三四 我们就只有规划一个 指数拉高到8535 就是要去做一个放空 因为这是一个制高点的聚集点位 到了6月24号 到了6月24号 我们回过头再去做一个检视 各位6月24号 早盘 开盘之后最高点 冲到什么地方 8553点 我们的聚集点在什么地方 从礼拜二 礼拜三到礼拜四 我们规划 都是指数拉高到8535点 这地方要去做一个放空 跌破 要去做一个跟进 stop sale 结果到了6月24号的礼拜五 最高点来到8553点 代表一件事情 它是不是已经来到了 我们的制高点 要做什么 要去做一个放空 放空完毕之后 你看到了指数 直接用两波段的方式 直接从8553点 一路的往下 灌到了8140点 从高点往下 直接大跌 超过410点 的过程里面 我想请教各位 你收看老老师的节目 你花那么一点点的一个成本 你把这些重要的一个 聚集点位 把它握在手里面 这到底是不是一笔 物超所值的一个选择 这400点的一个行情里面 如果你非常清楚的 已经把它掌握在手里面的时候 你觉得 你收看老老师的节目 你知道了这些行情之后 你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让自己真的在这市场上 把钱抓到口袋里面 而就在你在礼拜五 你发现 哇 中错400点之后 你决定 要投下不信任票 你决定要在礼拜五的地方 再去做个追空的时候 我告诉你什么 这是6月24号 我们的操作策略 到了礼拜一 只要他往上突破8249 要去买进多单的时候 只要他突破8249 要去买进多单的时候 你发现 从礼拜一 从礼拜五 从礼拜五的低点 8140点 我们规划突破8249 要去买进多单的时候 你发现 从8140到今天 盘中 8387 各位 他已经从低档 往上弹升了 250点 又弹上来250点 又弹上来250点 如果你错过的是一段400点 如果你错过了 又是一段反弹250点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让自己 在这市场上赚得到钱呢 各位 这400点的下杀 这250点的反弹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 这个市场 他非常清楚地 在跟你宣导一件事情 到底哪一个团队 能够真的告诉你 台股真正的未来 到底你借由哪一个团队 能够帮你武装起来 而成为市场上 一个食指的赢家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你现在能够掌握住的是 如果这两次都错过了 如果阿豪也确实能够真的帮你去抓住台股 真正未来的时候 各位 接下来的破线点线的行情 无论如何 一定要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让自己快速地重返荣耀 把你赔给市场的 连本带力地 快速地再把它抓回来 这个是破断的规划 你每天锁定 你要掌握住台股的未来 没问题 但是实战的部分 又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阿豪告诉你 既然破断 我们可以规划得这么精准 那在短线实战的部分 我们又怎么样 一笔一笔地 把钱快速地抓到口袋里面 等一下回来 阿豪告诉你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够得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够得投雇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够得投雇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够得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够得投雇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施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茧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各位上半段阿豪告诉你的是一个台股的未来 但是各位观众朋友 你现在最欠缺的不是知道台股的方向 而是在于你要怎么样去实战 怎么样去踩对那个节奏 快速的把钱抓到口袋里面 这个是你现在的功课 两分钟对很多人来讲 它咻一下子就过去了 可是我要让各位清清楚楚的去做一个比较 阿豪会员的两分钟 跟你的两分钟 他们的价值到底差了多少 各位如果是短线操作 你讲求的是你要找到精准的聚集点 扣下板机马上收钱 真的是这样子吗 礼拜一 6月27号的礼拜一 9点15分 目前报价在8290点 直接试驾放空 8290点 9点15分 直接试驾放空 就在这一通文字简讯发出去的瞬间 我相信你也是市场的参与者 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完全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位置 可是就在阿豪老师的文字简讯发出去之后 两分钟 两分钟 当中空单 获利平仓 9点15分 试驾放空 9点17分 当我们获利平回补的时候 指数已经来到了8255点了 这两分钟到底有多少价值 这两分钟到底有多少价值 各位 8290 9点15分 试驾放空 当会员朋友空单进场之后 两分钟之内 他直接从8290点 一路的往下 击跌 35点 当我们两分钟之后 我们试驾做一个回补的时候 指数已经来到了8255点了 各位 如果以一口大台下去算 各位 你自己有多少实力 我不知道 我们就以一口大台下去算就好了 两分钟的时间 35点 一口大台 价值7000块 如果你把保证金考量进去的话 这两分钟 你抓到的是8.48的一个绝对报酬 很多人或许会想说 老师 我真的看你的节目之后 我真的很怀疑 你到底有没有跟主力在挂钩啊 为什么 我看了很多次 每次只要你一出手 哇 瞬间就是爆发 就刚刚好 都让你掌握住那个爆发点 各位 我澄清 我绝对 没有跟主力挂钩 但是 你可以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如果说主力跟我想的刚好是一样的话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抢到一个对的位置 抢到一个主力他要打下去的点 在这个地方去领钱去做个布局 各位 赚钱才是我们进场唯一的目的 你所看到的是6月27号 8290空 两分钟之后 回补已经来到了8255点了 35点 一口大台计算 就是7000块 这个就是短线操作 最重要的是 找到对的点 去卡到一个对的位置 你所得到的就是你所想要的一个结果 很多人会想说 老师 我 我真的是很佩服你 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 一进场之后 我常常一进场 不是抓到钱 而是被咬到钱 我现在担心的是 我进场之后 如果被咬到钱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像你这么顺啊 你每次进场 每次都是抢到钱啊 那我想要看看老师 你如果是进场被咬到了之后 你是怎么去带会员朋友去处理掉这个危机的 各位 你说到的是一个重点啊 人在江湖飘 谁人不爱到 哪有人每次进场都一定可以赚得到钱的 我要让各位看到的是 同样进场被咬到的时候 是怎么样快刀转到的马 把问题变成是另外一个机会 今天 早上的9点54分 台子灵气报价8350 试驾放空 8350试驾放空 可是这一笔单 我们进去之后 再发了一个文字简讯 这一笔单我们做了一个风险控管 到了10点56分的时候 当时价位在8370点 已经达到了停损条件 是先试驾做一个退出 我们做个风险控管 各位 进场 跌下来 没有走 拉上去 不对 赶快去做一个风险控管 当风险出现时 需要正式风险 并且有效的管理风险 如果这一笔单 你没有去做一个出场的时候 各位 你没有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可是阿豪怎么去主理 不对 抽出来 抽出来的理由 我们就把控管拳 再抓回自己的手上 8385 再试驾去做一个放空 8385 再试驾去做一个放空 是不是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即便到了收盘 8385这一笔单 其实没有占到 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可是阿豪要让你看到的 今天最高点是多少 8387 所以各位 如果你在本身的一个节奏掌握上 真的没有办法 像阿豪老师这么样精准的话 各位 有钱人跟穷人看到的机会 都一样差别在 谁有先行动 怎么行动 开办前 拨通电话进来 所需办好 你马上回座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切之客 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投资 请用预分出 吹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之 五分之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资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 一把兆 购得投雇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雇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 一把兆 购得投雇 就是Good 02-2578-3000 台湾要和世界各争议 需要更多的好朋友 当其他国家都在签自由贸易协定 我们当然不能缺席 台湾走出去 经济更有力 万事走进来 产业更升级 Thank you 加入区域经济整合 再创台湾经贸奇迹 当股市间变幻化 当操坦千通万序 再创台湾经贸易协定